大家好 我是五仔 大家好 我是五仔 今天的中國新聞有特別的事情 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請大家記得讚 這是我們的PATRON五塊錢沒有廣告 今天說什麼呢 今天首先要說 我們有個網紅 竟然大膽不吃東西 吃什麼呢 竟然 什麼 吃一條大白鯊 喂 大白鯊可以吃的嗎 不是吧 為什麼不能吃啊 因為這個國家有個二級保護的野生動物 對對對 你吃那些受保護的貧林絕種動物 你不是吧 為了吸什麼 吸人體 不知道 請大家給個like 沒錯 這個 還要是女人 不是差點說到女人 就是很殘忍吧 對 究竟是多殘忍呢 先跟大家說一下 第二件事 之前我們 應該幾條片前 我猜都是 就說 內地 現在因為天氣太熱 恩道神童 跟大家說的 極端天氣 將內地持續的 其實都不僅是內地 全地球現在熱烈烈烈 熱到連內地有些防疫人員 因為怕那些叫大白 那些大白穿著那些白色保護衣 那些防疫人員 因為怕中暑 所以不穿了 現在不穿那些衣服去做防疫 啊 防疫不穿那些衣服 不是吧 什麼防疫可以不穿那些衣服 都沒事的嗎 那一向都不是穿著嗎 糟了 我現在腦混亂 究竟那些衣服 是否不用穿的 除了它 因為天氣熱 除了防護 是啊 除了一件避彈衣 都避到彈 那本身他聰明 那他厲害 那跟大家說一下 嚴情也好 不是嚴情 官方官報的 什麼 官方公報 叫他除 是啊 為防醫護中暑 是啊 江西南昌公布 失外核酸採揚 不用再保護醫 那現在防疫大還是中暑大 防疫 喂 中暑會死人 那如果中暑大 那中暑都不用開關 大暑 那氣溫過三十幾度 就不用開關了 如果中暑大過防疫 那不是 真的 我現在不是說拗爆頭 現在那個腦 真的 是 其實 大家都怕熱 我知道 不是很怕 我不是很狂的 不怕 不然也不會見到剝衣 不怕 不知道 很怕 你不要亂說 怕 怕 這樣我看到 不是很怕 更加說到 長春 這個地鐵 竟然強制乘客 一定要帶N95 學了澳門那一套 澳門也學內地的 但是 內地網民 你知道什麼 說什麼 不如帶防毒面具一笨 不行 香港如果拿這些 可能是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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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毒面具沒問題 什麼防毒面具 說你是那些什麼裝備 什麼 你做裝修那些 它有類 那些叫做 噴漆材料 是要帶的 那些東西 要不然會死 是啊 這樣嗎 合理解辯的 要合理辯解 是啊 那你不是 你什麼都拿出來 這樣說 但是內地網民 就一句砍下去了 大什麼N95 你真是 熱死人 是啊 因為現在說到內地的熱度 都很厲害 連續 十二天都發出這個高溫預警 待會跟大家說 另外台灣 有一條小子大結鑊了 什麼事 他真是害怕 怎樣 他應該沒有穿保護衣 然後呢 他中了招之後 發現自己那裡 哪裡 下面 哪裡 弟弟 小弟 小弟 他自己 又不是變成了 變成了什麼 變成了一粒啫喱 不是吧 軟綿綿 那些什麼看 那些 那些 糟了 林志慈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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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啫喱仔 啫喱仔 糟了 他說 早上 大家過來脫膚看 哈哈 那粒啫喱仔 現在大件事 他不能夠變成一個 硬桿桿的 硬汗 等一下教你們壯陽 那怎麼辦 這陣子我練到金槍不倒 那有專家說到 病毒 有專攻 專攻男性 那裡 那裡 不是 那裡 我們中國很多氣功 教你壯陽 另外 我們可以說說台灣 有個小子 走去嫖妓 誰不知嫖出了禍來 究竟嫖出了什麼禍來 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先說這個內地網紅 女生 網紅的名字叫提子 那粒提子 葡萄 什麼 葡萄 葡萄 提子 人家叫 在四川省 網紅提子 竟然沒有事要做 找東西來吸流量 當然想拆流量 有一個微博的博主 那些名字非常爆 叫什麼神話Q暴風 在網上指出 這粒提子 就懷疑 非法買賣 這個國家二級保護動物 又將野生動物 做 扮成人工養殖 這件事 就懷疑 他 這粒提子 就網上直播 貧林野生動物 大拔鯊 這隻大鯊魚 有人就覺得 喂 他又捉到 所以說做戲也是假的 大拔鯊捉人吃 人捉他來吃 差不多 大家都知道 香港 在早一段時間 很多人 尤其是飲宴 因為說 魚吃魚翅 是很殘忍的事 吃豬鴨牛羊雞 也是吧 殘忍的意思 就是 人們割了魚翅 然後扔下水 扔下水 那你捅死牠 怎麼看 捅死牠也是一個殘忍的事 那豬牛羊雞 有什麼分別 沒有的 沒有分別 但是同樣地等同 有些人說 為什麼 你吃貓貓狗狗 都跟吃豬牛羊雞 沒有什麼分別 網民是這樣說的 我知道 我看到 我看到 所以 一聽到這些 如果你心起一個執念 不將你這樣說 不要理我 快點吃債 下一餐就好吃債 當然 這個是 你說 食大八三有什麼問題 因為牠是屬於國家二級保護動物 講完 對 犯法 講完 保護動物 你吃什麼 吃手指 吃手指 不犯法 你就表現吃手指 吃光自己的 白雲手指 沒錯 因為在網上 現在有網民 懷疑 這顆網紅提子 涉嫌違反 找了一條違規走私的供應鏈 裡面 希望有人可以提供一些線索 協助當地部門調查 警方出來說話 說這條鯊魚 是主播自己 不知道怎麼帶去當地湯來吃的 不是吧 這麼有趣 怎麼帶這條鯊魚出去湯來吃呢 因為說到有網民 就非常眼利 將這個大拔沙 懷疑違法買賣國家二級保護動物 有人覺得 你這樣做 對當地的生態 造成一個很嚴重的影響 舉報人又發現 這個網紅提子 在這個地方 四川省的南充市 是屬於內陸地區 為什麼 在內陸地區 你可以撈到這條大拔沙上來呢 難道你真的是石頭爆出來嗎 所以 有人覺得 他應該 懷疑 沿海有些非法佈獲 然後供應給他 送去這個地方表演 舉報人 根據這個網紅的影片截圖 確認了渤海灣海鮮平價市場 有人就覺得 喂 我們沒有賣沙魚的 你不要冤枉我們 有人就覺得 不知道是不是懷疑 有人乘機在背後涉及一些違法的事情 這件事呢 警方就調查 需要研究究竟是否真的 他也挺狼死的 如果是真的 這麼多東西不吃 是要吃這些東西的 沒有的 這些是密碼 有些人就是 流量密碼 沒錯 有些密碼我們是解不通的 例如 為了防止中暑 就不用再穿保護衣了 是啊 極端天氣也殺不了隻菌 但人也殺死了 因為熱死你 在內地 有很多 越來越多 尤其是上海市 因為越來越多人 因為過熱 太熱了 天氣 就中暑 在江西 南昌 又為了防止 那些大伯 工作人員 中暑 所以 現在他們 就有一個人性化的舉措 就要求室外採養人員 可以不用再穿保護衣 這個人性化的措施 真是矛盾子恩 心愛著 究竟 愛過人命 還是 矛盾子恩 瘋孔雀 你知嗎 我真是知道了 真是 真是此刻 沒得完 那 現在怎樣呢 究竟 高溫 連續高溫 多地都是破紀錄 說到40度 你見歐洲也是 四十度 人都死了 是不是 熱死人 但是病菌也要防 現在 南昌市在昨天 召開了這個疫情記者會 就指出 因為南昌多地 南昌這個地方 連續多日都有高溫 為了防止 這些醫護人員中暑 所以 當局要求室外採養人員 可以不用再穿保護衣了 只要穿一次性的隔離衣 即是薄身一點的 不用套著這麼大白衣 對不對 更加 講到採養地點 盡可能 安排陰糧的地方 即是樹底 不要直射 因為陽光直射 就會晒暈 那 即是你說 辛苦 叫個日頭轉轉彎 對 我看到樓下 網民留言 就說 原來 防護衣不是保護醫護人員 是保暖 所以夏天不用穿 這樣 有人就說 不要折磨醫護人員 這樣 折磨你說嗎 別人覺得沒事就行 對不對 是啊 這件事都明白的 等同 長春市 就要求乘客坐地鐵 就一定要帶N95 這件事 有網民就說 喂 不是吧 啊 為什麼一定要人帶N95 為什麼 因為有內地專家曾經表示 N95 或者KN95 比一般的醫用外科口罩 更加能減少 經口備傳染病毒 而且它的設計 是比較貼面的 防護更加好 所以 暫時 現在長春市 就發佈了關於 坐長春市交通工具 地鐵 就需要帶N95口罩的公告 就根據長春市疫情防控最新要求 一定要帶N95 網民方面 就表示質疑 究竟哪個領導 哪個單位的家屬 是戴N95口罩呢 而它的N95口罩 是不是滯銷呢 有人就說 正所謂 距離百年抗疫 還有97年 百年抗疫 有內地網民這樣寫 有內地網民說 應該是長春那邊的 賣N95的經銷箱 摘了很多貨 真的不知道 有人就說 不如戴防毒面具 或者 不如強制那些人 穿PPE 即是那些大白衣 出去才能出門 不知道 每個地方都是 到現在覺得 不戴N95 其實不是的 我們早前 上一屆 林鄭不是派抗疫包 裡面都是N95口罩 好不好 我不知道 我自己還沒用到 但是那批是內地供應 可能國家弄了很多 希望人民 可以受到 多一些保障 如果不是 中了一招 就像這個台灣男人這樣 變成了啫喱仔 陰光 他說他自己 來拍攝之後 早上 不小心 軟爛爛的 好像粒啫喱 摟下摟下摟 不是吧 有專家出來說 是的 會這樣 不是 你現在才說 Are you sure 這位仁兄 說到台灣 有一位姓林的大學生 確診 確診 好之後 他發現 突然之間 有一天 在清晨的時候 睜開眼睛 發現之間 他每天都會 有一件事發生的 就是 日後他一定會 雞體 不是雞體 是神撥 他早上會硬起來 就說 那些年他跟自己女朋友 那時候 都不得硬 不 神撥是講年紀 你要接受 去到某個年紀 沒有就沒有了 但學生應該很瘋 我猜 20多歲 25 幾樣東西 你自己平時 這個脊骨入面 不夠一樣化膽 吃一些韭菜 洋蔥蒜 硬框 本來是想分享一些氣功給你們 但我聽過祖師爺教諾 那些門功夫學了之後可能太強 怕你太強然後走去強姦婦女 因為很多人聽不是說個個都有個雕蟬 如果是你老婆看片都滿足不了你 但又金槍不倒七日七夜 那又要割頸 所以這些都是如果大家想知道的話就隨緣吧 我不會把這些東西報出來 但我告訴你是絕對有用的 你要什麼的 即使你上網讓你Google找到 你都要認識 你未必認識練 你認識練就不知道有沒有效果 有沒有持之而行 可能原理說我昨晚練了今早不行 你認識藥嗎 一年立即行 因為他本身的位置 不要說太多 在任督聰脈三脈之起點 力從根起 整個人行氣活血 其實很簡單 一個道理 你只要將行氣活血 那件事再做得極致一點 就可以了 其實我不是養生KOL 其實我不是健身KOL 我是壯陽KOL 我當時去教健身 我經常跟客人說 我問他這個 為什麼你說這些 他說 沒有的 那個男人年輕 身體狀況強 是說那些 立即跟我分享 我跟老婆 然後他說 我現在不行了 做掌上眼都做不到 我只是睡在那裡 這麼嚴重 這樣 但是這個 是否馬上去吃狗菜 不是 他說 一發現自己 早上做不到真益看子 立即很擔心 馬上去看醫生 醫生幫不了你 不是 他說經過一系列的檢查和吃藥 改善到 改善了 有當地醫生指出 原來這個病毒和關乎男性的功能有大大的關係 有多大的關係 原來這個病毒主要透過降低肺部的血氧飽和度 破壞 也不知道是不是 破壞陰莖海綿體裡面的血管皮內細胞 感染膏軟造成紅素降低三個不同路徑影響硬起的功能 有北市的醫生指出 很多外國報道都指出 領早夜的人 中了COVID-19 或者Omicron的男人 對他硬起來的功能都有大有關係 當然 有人說 會加上你肥、糖尿 加上你做這些招 就會大大影響到你自己這些 當然 會怎樣 有些人說要看醫生 要做多些運動 不要太晚睡 通常醫生都這樣建議 小孩子說二十多歲這麼快要吃藥 吃藥? 他說吃藥改善 不要吃藥 你什麼時候吃到老 藥食同源 有很多食物 本身已經是藥 印度神童先拿著 神油先拿著 神油也沒用 外夫那些 外夫 好過拍藥 好過拍藥 外夫也不行 要外夫 外夫搞不定 搞不定 一定是由內 外夫的氣在裡面 正氣神 給我們一些掙扎 我就是要這些 代底推舉 好噁心 做完即縮 這件事也是縮的 為何呢 在台灣有個年輕人 二十七歲 姓陳 是一個嫖客 在台灣淡水 警方不知道是否掃黃 就踢了他們出來 這件事本來都不是什麼大事 誰不知 好日不踢 一踢 嚇死你 什麼事呢 原來淡水警方分局 接獲民眾投訴 有間出租屋 經常有個外籍美女 穿著火辣的 不知是否性感的衣服 經常穿著進入 而且裡面經常聽到 一些迷片的聲音 類似那些 其實都是自己喊的 感覺到 其他住戶都非常尷尬 當然啦 警方立刻派人去調查 發現 裡面 有人從事 不道德的交易 所以 就開始展開掃黃行動 派完 去這間房間 就埋伏 一打開門 就看到有人 出來 立刻表露身份 當場截獲了一位27歲 姓陳的嫖客 和一位33歲的太籍女子 當場斷政的兩個人 就承認有這個不道德的交易 當然啦 警方在屋裡找到 你知不知道有多少個安全套呢 47個安全套 兩支潤滑 兩部電話 以及一些錢銀的東西 本來都沒什麼 警方繼續去這裡 踢鬥 就查兩位人的事身份 竟然 這個27歲的嫖客 身份沒問題 對了 好了 到這位太籍女子 跟著一揭開那本護照 竟然性別欄上面寫了一個男性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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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嘩 旁邊的那個嫖客馬上呆了 他說出事了 玩了男人 哎呀 他抱頭痛哭啊 你不說又自好 你一劇爆了我真是對不起 真的不是泰國才會搞人妖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原來呢 據報道呢 淡水也有 淡水 真的是淡如水 這個 人結地靈 淡水 淡水是呀 吃鐵蛋 你去過沒有 去過呀 吃鐵蛋 神經病 全台灣都吃鐵蛋 神經病 神經病 那條人妖吃那顆鐵蛋 哈哈哈哈 吃人家那兩顆鐵蛋 好漂亮呀淡水 哎呀 知道 沒用的 人妖要漂亮的 人妖 騙了她 糟了 騙了她的初夜 這次吃菊花 不知道應該沒事吧 喝菊花茶 哈哈 沒有了 菊花變了太陽花 應該 這位 33歲 泰籍女子 原來曾經做變性手術 她全身已經沒有任何男人的特徵 但是呢 匯照上面依然寫她是男人的 好歇 正所謂那個 裝束 包圍 零件 分不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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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骨子裡 是一輛單車來的 哈哈哈哈 是呀 告訴你 隨便仔 扮電單車 不要以為兩輪都是摩托 好 好 好 那就好 不用哭出來 我相信她是想哭的 另外 跟大家說說 內地 上海 現在 連續12天發出了高溫預警 上海很多人中暑入了醫院 真的不是說還是中Omicron 現在大家害怕這些極端天氣 印度神童也跟大家說過 點名中國 將會在七、八月裡 都有這些極端的事情 真的證實 要唱什麼歌 不怕太陽曬 不怕風雨來 不怕太陽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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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收了二十個中暑病人 在四川 更加有三個人因為這些輻射而死亡 不是輻射 因為熱射 熱射病 即是中暑 而死亡 香港也是 香港早前有議員提出 是不是應該有指引給香港戶外工作的員工 究竟幾度是否應該不要讓他們出去工作呢 當局也出來了 不好性 是純粹說單一個溫度去衡量 可能要濕度 體感溫度 去衡量 極端天氣非常嚴重 這件事大家都要留意 因為實在太多這些事情出來 全球也是 說到廣州 有人投訴 什麼事呢 就說廣州某個小區近日被揭發 有防疫人員趁著住戶離開了 到隔離期間 竟然自己爆門衝進去 屋裡消毒和清潔 有住戶事後發現非常憤怒 認為事先沒有收到通知或徵求意見 所以向相關部門 要拿回說法 而當地社區物業人員 亦證實了這個消息 強調是為了防止人在家裡逃避隔離 那你也沒理由破門 這是廣州邦華星際的小區 有業主在酒店隔離期間 他自己家裡的門鎖 被這些社區的大伯拆了 然後強行破門 涉及過百名的單位 過百名的用戶 就說 看到網上很多圖片 看到很多小區的住戶的大門 被人拆了出來 丟在地上 也貼了一張封條 有網民質疑當局做法違規 過度防疫 因為有小區物業管理人員說 他們收到 有人躲在家裡 所以連同疾控中心 街道辦居委會派出鎖 派完 就將這些確診人士 強行 在單位裡拿出來 但是他們不停在那裡爆 爆 爆門 這些行為當然是欺負人 又不是火燭 又不是火燭 你爆門幹什麼 事後 說到 會幫業主換了鎖 也說到整棟樓 只有穿著防護衣的防護人員 才可以上去 你爆了這扇門很害怕 裡面沒有染雞籠 民警又指出 業主可去放心 政府按規定辦事 這些大白在世界各地 我真的見不到這些 大白衣 這些防護衣 哪有這些東西 現在世界各地 天有不容易你穿 全球又是熱死人 但也很少見到這些保護衣的醫護 算了 怎樣算 這麼熱的情況 不是香港 內地都頂不住 真的要剝的 這樣的天氣 快點剝掉它 通關 剝掉它的選手 是我們的願望 沒錯 加油 中國加油 加油加油 再見 拜拜